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月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半日收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升8点 报3124点 深圳城指升51点 报10183点 护心300升6点 报3269点 这次的嘉宾请来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尔 郭斯智先生 郭尔 你好 郭尔 见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西雅图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 就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 是暂时不会改变的 而且这个旅程里面 亦都多次发表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言论 见到内地股市今天都靠稳 是否有习主席的强心针呢 今天内地后市都有望继续站稳 我想应该可以持续都是偏稳的了 都不知道了 主席的一番说话 说明短期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了 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回稳效应的 加上国家队放在这里 最重要的就是一切的措施或者旧市行动 避免了一个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大家试想一下 早前的市场一路受到追击一路向下走 如果国家队不是力鼎的话 或者用政策去配合的话 今天的A股可能已经进一步跌到四脚潮跌 到后一个阶段一定是人踩人了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其实是有必要非常事忌 用非常手法 现在这一分钟大家知道 早日公布了5%的升跌就停市半个小时 7%就先停市 即是一些想追击A股的人 根本上无所思其忌 否则你也借不到货 即是没有用券 就算你外围沽重多少张旗子 现货不肯跌 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一美炒低税 越低水沽那些 其实承担风险就越大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很多淡仓的那些 看细节不对版的 都会慢慢慢慢平仓 这点其实很重要 但当然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刺激 我看就未必 你看看近日公布的PMI的数字 下到47 就显示了整个经济下限的势头很明显 而且很大机会仍然进一步 偏远的 因为中国经济是靠出口 靠内需和靠固定投资 出口大家都知道 人民币这么高期 况且劳动成本又高涨 你现在一些生产的原材料 虽然是跌了下来 但出口的货品相对 日本指对美元跌了这么多 欧元跌了这么多 人民币的回率 其实现在还是很高期的 出口货品没有太多竞争优势 你怎可能对经济贡献 或者经济整体的贡献 有大幅度的改善 内需市场更加不用说了 我总是认为股市的下跌 其实是冲击了很大的财富效应 每个人输了钱 最低限度 你本来有心情有钱去换车 现在你不换了 看楼换楼的 你现在不换了 加上很多消费 中高端的消费一定受影响 因为这次股市的下跌 蒸发财富是涨了20多万亿 怎可能不影响内需 剩下的固定投资 没错 政策是继续投放的 但单单靠固定投资的政策投放 是很难维持到 经济稳守7%的增长 第一季和第二季可以补测 因为金融板块的贡献是很大的 尤其是A股在2,000多点 升到2,500、3,000、3,500、4,000、4,500 一直这样升 有财富效应有消费 股市唱黄带来的效益也很强 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件事 所以第三季 真的能否补到7% 其实也不需要问 是相当难的 问题是不能补到7% 到底是6.8% 6.7%还是6.5% 不会太低 但起码现在这一分钟 就算你用尽一切的方法 都可能市场认为增长的步伐 一定是放得比较慢 所以基于这个看法 大家对A股的未来预期 是会持平的 又不觉得它会大跌 因为国家队和政策摆着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支持到一个新的升浪开始 现在看上去又没有 其实真的很难测 2,850是近期的低位 去到3,200点的上证 亦都有些高台是行人止暴的感觉 就在这10%中间 无论你升多少次 跌多少次 你都会反复上落代变 这个就叫整固区间 好 谢谢郭sir 今晚说完A股 就和大家看看恒指 恒指半日收市来说 报21,101点跌201点 国企指数9436点 跌133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412亿 刚才郭sir也说到 A股在利好消息之下 都有望可以在后市站稳 但隔晚美股道指跌50点 恒指昨天急跌500点 今日微微高开1点 开市之后最多有60点的升幅 但很快就由升转跌 刚才都听到 暂时来说跌200点 今日后市是否很大机会 会跟随外围继续走跌 其实昨天跌了 昨天最低的点算数 相对前日来说 跌了788点 即是由星期二的高位 到昨天星期三的低位 其实报复已经1,000点了 五角已经1,000点了 今日进步下降 其实比较关键 都是昨天的低位2万1,008点 恒指如果跌跌跌跌跌跌穿了 2万1,008点 都不用我多说了 下一个据点将会是2万524点 这是今个月的低位 直到现在这分钟 九月份仍然是先低后高 由8日的2万524 升到上9日22,228点 一个月高低波幅有1,704点 不算特别少 但问题是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不会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假设8日是低位 高位很大机会是20多号施出 反过来 9日施出高位 如果最终来说试穿了 月底前有更加低的指数 既然是这样 我想暂时没什么特别好做 况且明天是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以现在这个格局来说 经过昨天的下跌 恒指已经跌穿10天和20天线 形态已经由属于一个 反复育市顶的格局 专而为反复代变 不用说是大远的 好 谢谢郭sir 看一看 国务院常务会议昨天召开了 会议部署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和城市停车场的建设 消息应该就有你这个汽车股 但见到今天汽车股 都见到有个明显的沽压 但A股的汽车股 是升到有些是涨停 是不是香港的汽车股 是否都因为複视作弊的丑闻 所以都拖累了这个版块 内地的汽车股 涨停 只不过是资金的追捧 其实很多时候 内地的股市 由于是80%的交投 是来自散户 散户从来都是 要买的时间 就是你追我追的 跌的时间就是你订我订的 后一个阶段 根本就跟基本因素 没有太多关系 至于德国福斯的事件 其实对福斯的打击很大 对德国经济 都可能有些负面的影响 但对其他 汽车业来说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有些想法 你那款汽车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要买车就买其他好一点 所以应该反而是受惠 不过 我刚才说了 早前的股市的下跌 财富效应 冲击是很大的 有钱本来换车 见到股市好 不如走回转 炒回转 最糟糕就是 有场外的 配置 20万的钱 可以当50万 60万 70万 甚至100万的钱 来炒 个个都 涌入去 结果现在输了 可能是倒蚀 如果本金没完之后 还要亏损 要上升 在气候之下 就算 真是有钱 有能力的那些 都未必会 是 有个心情去做 那没有钱 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 汽车业在 金、九、银、十 这两个月呢 会不会真是 维持得到 有个销程 等等就知道了 但我自己看 就比较忠诚 其实略大负面 好,我们一起看 这个版块 继续新造价 这些 比亚迪 上升不足百分之一 报三十七个四 东风集团 下跌不足百分之一 报九 吉利汽车 上升 埃近百分之一 报三个二号七 华晨中国 上升超过百分之一 报九个半 广汽集团 上升百分之0.52 报五个八毫半 长城汽车 下跌超过百分之三 报二十个八毫半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郭sir有没有持有 没有 稍后回来 你有更多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见